主料,猪棒骨750克,窝笋200克,主料,生姜10克,葱10克,灯硅,烟雾克,生虚,包齐,准备时间,10-20分钟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猪棒骨洗净后切成小段,将鞋片,窝笋一根去皮,将窝笋切成滚刀状,锅中放入水和棒骨,以及一半的葱, 捉水后,取出棒骨,重新放入砂锅中,放水以及另一半的葱姜,煮至棒骨烂后,加入萝笋,人情多时放入适量的盐即可,烹饪技巧,被学有话说,作为上班族来说,每天做饭的时间非常少,而这款汤水,可以周六周日提前做好了,放冰箱冷藏,吃的时候随个人口味,放入青菜,萝卜等, 也非常美味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